大家好,我是红阳 今天用尖椒做好吃的 首先把尖椒的籽去除 全部去好后用小面杖压一下 这样切的时候比较好切 然后把尖椒切碎 切好后装入盆中 撒一勺精盐抓匀 腌制10分钟 接下来切一些胡萝卜 先把胡萝卜切成片 再切成条 最后切成丁 切好后也放到尖椒中 腌制一下 木耳先切丝 再切一块 木耳切好后放到另一个碗中 再加入肉馅 葱花 然后把刚才杀好水分的尖椒和胡萝卜 倒到纱布上 把里面的水分挤出来 切好后放到肉馅中 加适量的精盐 三十三香 蚝油 料酒 生抽 熟油 然后搅匀备用 肉馅搅好后 我们取来饺子皮 这是两块钱的饺子皮 然后四个螺在一起 用擀面杖 将它擀薄 饺子皮擀好后 一张一张的把它揭开 然后我们取一张饺子皮 放上刚才拌好的馅 再用包包子的手法把它包起来 全部包好后放到蒸锅中 大火烧开后转中火蒸15分钟 时间到后开锅 我们的辣椒馅包子就做好了 皮薄大馅 特别特别的好吃 有空你也试试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明天不见不散 拜拜